各位班主任,各位读经老师早 好 很高兴非常欢迎大家今天一起来参与这个年度盛会 各位这么热情的来参与 所以我们中心特别安排规划了一位远从高雄到场来的一位许讲师 许讲师他致力于推广读经教育已经长达20余年这么久的时间 然后他协助社区跟学校成立读经班不下述职所 然后他也常常获邀到各个地方各个道场去分享读经亲职教育的一些理念 那常常都是爆满然后非常深获悔想这样子 那如果你有听过许讲师他的传题 他讲述的那个他们举办高雄道场举办小状元经典会考的格局 你会被他们震撼到 哇真的是风风火火这样子 非常的厉害这样 那也因为他们是用生命在办读经 所以在高雄道场整个读经风气推广的非常的棒 那候选就不占用许讲师的时间 好 我们一起用掌声来欢迎许讲师 好 我们一起用掌声来欢迎许讲师 那时候或许是正合的女婿一点也没错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关系 所以才有机会常下来 那实质之上或许真的在会推动读经 应该有些前前很早起曾经听会的讲说 真的就是为了也开始学习当爸爸之后 为了让自己家的孩子读经 然后就办了一个读经办 社区挖了将近200多张的传单 结果开个人的时候才来北京 真的20多年前真的发生过去很刻苦民心的事 我们一腔热血 可是社会回应怎么是这么的模仿 总是要让我们幼小心理开始接受考验 所以各位如果你是老师 蛮主任 你现在随便办都一定比我成功 因为你一定会有一个人下 所以你光是哪一天 你发现那你读经班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 你就想到我有这个故事 你就信心充满 人家这样还能够办20起年 你看现在一个 两个以上 你看就已经都赢货候选了 然后那一个来的还不是他的父母亲 还是他照顾他的客户时间的保姆 因为刚好那一天妈妈父母亲加班 所以还来不及来接孩子 又刚好看到社区有一个这样的免惠的活动 所以说他就赶快把他带来报名 所以他当时见到候选 第一句话就特别认说 这边是不是有免惠的读经班 免惠的可是都还加重灵 哪有加重灵 那或许当时也就跟他讲 对 这里确实是免惠的 您的安心 然后他就开始说 他是他这个孩子的保姆 因为父母亲的时间 他客户的时间照顾的事 责任时间已经到了 但是父母亲有时候都会加班 刚好他就住在我们那社区附近 所以就把这个孩子送过来 那在国小的 虽然孩子也并不是说很小 国小的三年级左右的一个小女生 他这样交代完 当下或许也就还不太清楚 他为什么要交代这段 交代这么清楚 但是后来我知道 好 那孩子就在这里了 不要离开了 他要离开了 我当下有点傻眼 因为刚开始半途性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每位老师班主任都很有经验 你的传单一定是写亲子读经班 不是写读经班 二十多年前我们满腔内血都知道要办读经班 可是那两个关键字都没写到 亲子 所以他就把孩子放着 然后他就说 九点左右 他爸爸妈妈会有一个会来接他 你放心 孩子这么大 他会认识他父母亲 他不是很想 所以说你大时候就放心 让他带走 这样就可以 好 走了 他就真的离开了 他在想人半途性都不会是坏人 真的 不过二十几年来 或许可以给各位讲一个小结论 半途性班的大概是坏人的机会很少 因为坏人不会想去半途性 那坏人如果半途性半久了 一定会变好的 相不相信 相不相信 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又干责问各位老师 你看责问这么重大 你看到坏人 你现在都还进不了这个毒尽这个区块 你看 即使有的话 可能也都变成潜移默化 变成偏偏均直了 那我的或许的故事就是从真的就这样开始 就第一天花了两百多个传单 然后就这样来了一个女生 这样一个小女生 所以或许 那个女生经过二十多年后 她现在已经三十多岁以上了 我一天都一直在想要想办法找一找二十多年 是要看能不能搞不好 人家她也生孩子结婚了 都应该都是这样子 也因为有她才开始开机了 第二个礼拜的课程进行 过了一个礼拜还是没有人要来报名 那怎么办 就是找回到我们家原始的那个女儿 因为这个班最开始想要成立跟她有关系 三岁多 那时候三岁多 然后我就跟回去就跟她商量 诶 读经班开了 下个礼拜开始来一起跟有一个姐姐一起读经 啊 这样好不好 她马上跟她说对 不好 她没有意味着说你今天很想办读经 孩子就会跟你说百分之百配了 没有这种孩子 真的二十多年来 我没有看到说哪一个孩子 很刚开始就是完全家里都没有那个婚委之前 突然之间你跟她那样讲说她愿意了 她说不要 她不要说不行 那不然那个姐姐太气会很孤单很寂寞 然后她也讲那是她要堵的 不是我要堵的 她还是很坚持她自己 她说不要啊 我说不行 结果没得商量 她只好一定就是要去 所以第二个礼拜就要帮一个赚下一个 我们第二个礼拜就是两个 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看总是一样 有成长了嘛 后来到最后你不能搬到最后期间学校的 所以没有当年你那个一就不会有后面 所以我们今天是做一件 我们认为可以今天或续传承 刚刚在底下我们听到我们演员师 泰山演员师慈悲 谈到一个叫做传承 这个传承其实我们有时候在想人的一个生命当中 怎么样可以让我们一辈子走一条 可以注意传承而且有意义 而且能够经常性的持续不断 所以霍学订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题目 叫既有典长 道无虚习 即使这八个字不是霍学的自己的所创独见 这是等一下霍学会跟各位报告 那八个字出自以哪里 那今天霍学想要跟各位谈几个重点 第一个 就是等一下霍学会先跟各位分享一些故事 还有一些我们今天成为一个读经班的老师跟班主任 我们只能去看我们今天很熟悉的这个叫道德文化 乃至于霍学八月十一号到十八号 霍学带了我们读经班的一群孩子还有家长 做了一趟叫山东朝圣之旅 今天霍学不会讲很多读经的一些理议跟观念 因为那些各位下午有很多的课研精彩 而且我相信各位老师经验可能都比霍学还豐富 所以说这个部分霍学就不会筹没太多 但是或许想要谈一个 我们的一个应该身为老师们 应该在足以可以看得到的一个愿景跟志向 所以或许会从这里面来跟大家谈 然后还会谈到我们今天讲928最次教师姐又到了 孔子的生命气象还有天地之间的情怀 第四个很重要的四个字叫做真如应运 我们相信今天大家在道理学习都有没有听过一个 叫做儒家应运这四个字 待会或许会在这里面跟各位说 最后我们还有一些小结论 靠专引逸来跟各位前前大人分享 那在进入主题之前 或许还是要跟各位来谈一下 那既有点藏道不虚情其实中间还有四个字叫果归奇人 这个是在初次《易经细迟传》里面的一段语画 这里面就会提到有了能够点藏成的点 今天我们今天讲经典它是一份肠道 我们今天用经典的这样一份肠道 可以有办法再来应用到周遭很多变化的一个 今天的一个月我们周遭的一千万事万路 那我们找到这样的规律之后果归奇人 可是有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参戶领略会有所限 那一定在我们前面有前辈、有前贤、有先贤、有先责 为我们曾经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铺陈 那有这样的一个藏要、点要 今天先注意让我们去遵循 我们任何一个人今天怎样 绝对不会虚空行御一事 所以或许也没喜欢 我们刚刚《易经细史传》里面提到的这一句话 我们今天在道场上不管你半班 或者是从事读经教育也好 我们相信最后一点怎样不会空行在这个层面上 那跟各位分享一个小故事 所以以前说有五个年轻人一心也想要说去做宏华 所以要去出家 可是我们都知道出家的话也要经过一点点 你看那个师父你今天要拜他为师 他总要去明白一下你为什么要出家 那时候大师父就召集了这五个年轻人 就问你为什么要出家 总是要有理由 就好像各位五半读经班是不是也要有一点理由 是不是越也要支持你的信念 第一个就讲就马上偷口而出 因为我爸爸叫我来的 结果他回来了这个问题 那大叔一掌就把他打下去 这么重要的事情既然是你爸爸叫你来 你自己都没想过 然后第二个很聪明 第一个这样叫爸爸叫他来的被打了 第二个他就马上讲我自己要来的 这理由好像也很聪明 然后你看没想到这个理由 讲出来的时候那个师父也一掌就打下去 你自己要来的 你都没有跟你爸爸商量过 如果你爸爸事后要来跟我要人 我哪里还他儿子啊 这么重大事 你都不好好跟家里面的人商量 怎么可以 第三个突然之间一时之间不知道要怎么回答 保持沉默 保持沉默 结果一掌一掌又被打了下去 这么重要的事情 远想都没有想过 半点理由都没有办 也又被打了 第四个 到当下你看 讲也被打 不讲也会被打 马上后来这个 搬出一个理由 他说你啊 佛主敢找我来要出家了 哦 这个理由好不好 好 任何一个人想说你看 把今天修行的大老板佛都请出来 我相信他 他到那时候都想 这个理由我相信你打不下去了吧 佛主敢找我来的 结果没有想到 那个失误双掌就打了下去 佛主敢找你 我修行这么久 佛主都没有敢找过我 你今天都还没有接触到皮毛 你今天佛主就来敢找你 胡说八道 我啊 这边的怎么样都最后剩下一个 那要怎么样的理由最好呢 最后他怎样 我爸爸跟我建议 我自己也有想过 我也曾经接受过 佛主神经这样的感召 他好像有这么意 你这样的意识 所以我最后我来了 他综合了 好 那后学现在请教哥 你扮毒精班谁叫你来 是谁叫你扮 你自己有没有很充分的理由来做这件事 不是典论是叫你扮的 不是佛堂的心情要你扮 你自己的理由 到底现在如何突然间问你 你为什么要当毒精班的老师 你为什么要当毒精班的老师 是我们这回事你要做 百人让你做 做这么久有两个 做到老师干什么 你办毒精班也没有被家长骂过的 跟各位报告过 我真的还被家长骂过 那个家长一个 我们的一个家长 他的婆婆竟然跑来 毒精班站在教室门口 然后指着我的鼻子 骂说你真的很够有够无聊 每个礼拜叫我媳妇和孙子来读这一诗 真的呢 我还发生过这一种事情 我说不会无聊 不然你也可以就这样 我就真的跟他这么讲 不会无聊 很有趣 所以你看各种状况都有 所以我们今天今天到我们这个期段 尤其在疫情之后 我以前都知道 在疫情这三年 真的是对我们所有的毒精班很大的考验 人数减少 班级收减 当我们今天还有这一份满怀信心的要来办这件事 你一定要找到很充足的 开始去想或许困难不会少 困难只会怎么样 多 对 为什么我们还愿意要来面对这份困难 那如果在这个困难当中 我们去做我们心境上的一个突破 能够让我们这个期待不会虚邪 这个是跟各位做一点点分享 好 那我们今天讲疫情解封了 你还是原来的离 你进化了吗 还是退化了 还是在不见天日当中 你害怕的已经该有了一个阳光 在如疫情首期之中 你已经失去了 你看 你的不断往上追寻的力量 不比昨天进步 你就是舒服到怎么样 退化 人整是要走出一点舒适线 那时候你看我们很多家长习惯了 你看 线上上课 现在突然要恢复实体上课 他现在变得不习惯了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或许很喜欢这一张图 鸭子在水面上滑 看起来很优雅 其实它的小鸭子在水面下 是拼命在滑动的 它没有一刻停下 当我们看到人的生命之间 优雅呈现的时候 背后一定又有什么样 非常健心的在习惯 那也一样 成功绝对不是我来 但是今天在成功的过程当中 一定是有的背后 我们没有看到人家的用风努力之处 不上课就会有机会上当 不教育就会等着被教训 不定位就我们今天就没地位 甚至于不革新就等着被革命 我们今天就是在与时俱进的过程 身为一个读经班的老师 要不断怎样再接受 能够让我自我的一个提升 所以或许常常在读经界 跟很多人分享一句话 尤其跟很多来刚接触读经没有多久的家长 这句话可能也有很多前景应该听过 家长不成长 教育永远周一半 因为好的教育绝对不是只交给老师 他一定是父母亲一定要参与陪同 所以家长不成长 教育永远周一半 但是这句话引申了更深入的一个层面 那如果老师不成长 教育会完蛋 真的 身为老师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引导家长 做正确的观念 那请问你 他要什么时候能够建立起一个好的教育方法 所以我们读经班的老师跟班主任 就是扮演一个 不是纯粹只是教教读读这些经文而已 我们应该也要能够适时的 给这些家长正天做最好的教育理念 好 那我们破学的内容很丰富 待会儿你会听得非常有趣 里面的话像这个是我们高雄 有开了好几班 曾经之前 在读经班属于读经班家长的率性经修班 那曾经有一年103年 你看 仙火石碑就批到这一篇信用 人听盛简 原以行 乃是流传谷千年 听出正义日常行 一生行中不有根 受精解出精神闷 精水争知肝肠间 毒精出口 送天辨 不差其行 饶涮全 所以你看 听说毒血 仙火石碑讲 最后一定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 有一个字 行 怎么行 这个就是要下功夫的地方 然后还有一篇叫做读经读心 要读懂圣能之灵血 其实各位 这里面 我们今天在道场修行有一个很棒的地方 是立以一个圣能的准则 可以依此今天随时给我们 有一个更正确的 更高远的一个认知 所以你看在这里 有没有 从正如风 唱题古道人 以重述圣能之奥子 以文字来怎样 启发众生 以天心来提圣能的指示 所以要读出圣能之精神 行出圣能之接触 所以读者最后也要知情而易 你看这是104年 这些都是在我们高典开的读经班的 率性精神就班的华卉里面 之前或许都有特别给他收入下来 还有一百零五年 你看 为人表率力行尽 品德当要皇谁 圣能 所以说很多家长如果没有办法进入到 我们今天深入的今天说道场的这个环境 我们都说经典都是文字 要从文字波罗进入到真正的实相波罗 是永远会有距离的 加和兴旺经营性 舍如旁贷更积性 圣道经典天下业 心静火传 举后人 大家以为或许有一个小部分 就会提到这个叫做心静火传的传承的部分 这个是在105年特别提到的 然后还有之前我们有一些老师 我老师讲的一个白话讯 特别又提到现在是儒家意运 要把道落实在自己身上 当众生没有办法再看到这些活胡萨 在他眼前灵毯的时候 能不能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感受到有道位 什么叫道位 圣人的举止 闲人的风幻 菩萨的精神 佛的慈悲 如果我们今天都没有办法表彰今天这些风幻出来 请问底下人怎么去学 怎么底下人怎么去学 那在这边的话 这些之前的有些话 都是让我们真的做很好的重新的提点再来检视 老师也讲过要重视经典教义 道场推广徒心是一件好事 不论你担任何止什么年纪 都要有圣贤金价 帮我们洗礼无名端正生气 不要妄自毁活 口而送心而为 就跟那圣贤相差不一 所以平日不参征乙 不参严圣贤心有的词乙 也不读圣贤书 道理不听 书也不看 这怎么叫能过就精进 后面这一段话很多人今天应该有很多比较熟悉 修道要奠定基础要多读什么 试书 现在你看在这里又会提到无教义运 你自己都不读书 对道的宗旨都不明白 你怎么把道介绍给别人 只有你自己都困难了 所以不读试书 会有试书 我们相信可能很多前减的都知道 出口无章 处事无荒 仪表不章 生命无光 所以要多读书 但是读书当中不要固执 那你读这些古教圣人的书 就是让你来印证这个道 遇到困难不能解决 更要引读什么 孔老姑子的书 当孔子周游列果 面对种种的难关子的时候 是如何走过 而你现在半道为什么走不过 字格委屈绝对很多 就是跟圣人相较比较 我们差很多 所以说不读圣情之书 难提圣情之书 各位 在场霍学请教一下 您教读经超过五年以上的请举手 好 那抱歉 霍学再问一个深入的问题 您就不要举手了 五年来你曾经把试书真的不是因为读经 彻彻底底地把其中一部这样搞清楚 弄明白这样来认证过了 质问有没有 这个不要举手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谨的一个问题 如果你相信先火跟我们讲的是对 为什么我们教读经的人 我们自己不读经的 所谓读经当然不是像读经班 今天带着读的过程 是我们离开那个读经的场域 这一点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霍学都曾经跟我们很多的同修 教读经的老师常常讲这个观念 你自己不读经 你今天就没有办法把经典的言行 真的深入骨髓 带动到你周上 霍学研究有一部经典 至少研究快二十年 目前这一门在霍学的读经班 后来开成一个读书轨 就是一经 可能有一些前景应该都知道 开了将近你看从民国九十八年开始 开到现在还没停止 持续了 那一个班每个礼拜 所以今天霍学前往晚上 我要排队要赶回去主持我们的 那一个疫经读事会 那一个班现在八十几个人 海内海外的一线在上课 我们台中也有一些前景也有一起在参与这个班 在一起大家在研讨这个经典 一定要有一部经典 真的是会在你身上可以划出广根的 很重要 待会等一下或许还会有一些 实际上的很真实的 目前的读经的一个大反径的状况 会跟大家报告 这个就是这样 所以各位应该知道这个点在哪里了 在我们光会道路中心中义顶 然后中义顶的时候有三件很重要的 来我们把这三个组 我们来读一下 顶有三组 一组为什么 精讯 一组为 食物 一组为修 修 我们都知道 可是我们都做不到 我们或许在某一个层面之下 因为我们都知道顶朝的任何一只脚 整个顶都会轻步 都会轻步 都会轻步 所以这个也不是或许会讲的 这个事都是你看 仙火很直接了当地就告诉了我们 垂顶已今天在我们的光位道中 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扛得起这个点 每一个人都应该依此为当作一个怎样 未来我们修持重要的一个依据的目标 所以仙火十倍的讲 第一个就是怎么样 五组 那我们不独居不独训 那哪里有办法去引导我们自己生命提升 引导我们周遭的人 首相叫做女性见性 好 这些都是基本概念 所以接下来我或许要来跟各位谈 儒家因应先我都已经讲了 儒家因应到底有什么特色 我们今天可以慢慢去观察 第一个 道降伙扎 庶民承担天命 庶民就是所有的两个 有为者亦或是 第二个 经教在心 真如会利教 在这两个主轴底下 薄雪来要跟各位来谈 我们独卿班常常办的叫做户外教学 研修班就是叫做宗庙之理 这个我们相信很多人都会办 可是有一个大概 现在目前为止大概很少 还有很宽 这个就是什么 叫做文化朝圣 这两个或许不对序了 这个大家一定有很棒的方法 甚至或许可能还要跟各位学习 可是文化朝圣这件事情 或许做了三年 从疫情前到今年又恢复 或许在8月11号到8月18号 启动今年的叫做道统文化山东朝圣 为什么或许有讲叫做寿远 寿远就是源头 我们今天教读经的人可能一辈子没有机会去过山东孔庙 或者去亚圣人庙 或者中圣人庙 或者今天我们讲的 还有很多跟我们经典息息相关的这些建筑文物 那或许有今天这个就是我们在桃园机场的时候 第一张这一团的相照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里面有老中青少 几乎都南瓜 可是有大部分的很多都是我们读经长大的孩子 这个叫陆万熙可能有人应该会认知他 他比我还红 你打开在YouTube上面都可以看得到他 真的 他哥哥也是网路红人 他哥哥是在做资讯的 都在那个网路介绍资讯应用的一些什么影片解决 很多啦 他哥哥叫做 反正你去搜寻就找不到 不是要特别跟他宣传 然后我们或许也在八天的行程里面 跟我们读经更息息相关的或许也列出这几个点 待会你就跟着或许来走一趟这样的过程 到底跟我们推动读经有没有什么样的连结 或许就维维到南 维维跟各位前景做一个报告 那其实那一天我们从高雄出发 到桃园坐飞机是坐到青岛 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航班没办法 因为我们目的地是在这里 祭岭 祭岭这个地方各位应该听到 要不会很陌生才对 我等一下会跟各位讲 为什么我们会守地在祭岭这个地方为中心点 然后怎样展开我们一连串的设计的 要去的这些朝圣地 青岛在这边 我们桃园会到这里两个半小时就到了 所以大陆其实说实在跟我们不会很远 但是从青岛这边开始坐车到祭岭 要坐六个半个小时 因为祭岭有机场 可是现在台湾没有什么班次可以吃的亏 所以我们只好用一个光环到那一边 然后那一餐的会期餐 就是真的就是水果沙拉 刚开始他们有很多小朋友 这一次有些年轻人这一次第一次出国去 他以为那个餐吃完这个就是开胃菜 还问说阿老师 怎么没了 你的午餐就是这样子而已 不然你还以为是怎样 真的 因为我们全团跟我们一起出去 已经都是吃素 都已经吃素 后觉不管他们以前在家里面的状况 又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已经都养成全家吃素的稀枕 还问他没了喔 对 真的就是没了 好 然后到青岛我们都有事先安排好 有那个大巴士 然后整个八天的过程 你们都有我们专程的巴士 就从这里开始要看在这边 一上车之后那个水车的导游就跟我们讲 好 从现在开始有六个半小时 我们才可以从青岛到西林 这一会呢 让大家今天入住换店可以早一点休息 我们沿途上不会休息太多的站 那怎么解决 我们今天的晚餐来这里有饼干 这里有橘子 来 来一天晚餐就是这一节 我们那天进到那个气零 换店我们所有人躺在 今天床上是晚上洗一点半 一大早从高雄这样出发 然后到最后人家 这样那叫气零 我在车上就跟我们同团的人讲 大家不要买一个桶 不要休息 孔子尚且都成才绝良起天 你才不够也怎样 你还有得吃 君子磨到 对 如今的人就是这么好 一讲就通 本来有满夜的都吞下去了 都不要 真的 我们那一天就这样子解决了两餐 两餐 不错 体会一下 你要去走孔子走过了路 就还有东西可以吃 这样就已经开始带你进情境了 其实我也没有这么安排 真的 我也不知道 我真的要做六个半小时 只是一切就是随意而安了 好 到了气零这个地方 为什么后学说会特别要找这个点 因为山东是古籍 古人称奇辱之地 我们历代的祖师还有以前的祖师 包含以前的祖师就是历代祖师 这里面好多人都是出生在哪里 山东 孔子是山东人 孟子也是山东人 十五代祖 十六代祖 十七代祖 十八代祖 通通都是山东人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 这里面就是一些祭礼在这边 我们那个地方他们当地叫任城区 在这个地方的话 就有很多跟圣人 其实相公包含的七五孔庙等等 雅圣庙等等 就是都是以他一个活源的范围当中 好 那我们今天就要展开这个过程 那您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叫做你看 叫做观音阁 这三个字还是用环体字提的 这个地方很多前前大概 如果不特别讲 即使当地的人可能也不会很特别 去注意到这个名声 这个地方是1883年 入主十七代祖 今天领天命之后办到的第一个国堂 就是我们今天常常讲 那时候入主不是后来领受天命之后 他今天不是回到山东找他的妹妹老姑奶奶 就是这个地方 当然应该严格来讲是观音阁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已经是有拆迁过的 等一下或许会跟各位报告 但是就是维系了当时的建筑风貌 所以你看 我们讲十六代祖 留祖亲戚 当那时候我们入主领完天命之后 他不是问他我要到哪里去安生吗 然后十六代祖 留祖就跟他讲 驾瓦船 东鲁立姬 观音阁内 把身处 后来他想到原来他有一个妹妹 就是当时在观音阁出嫁 当时就是那老姑奶奶 就是在这里 所以或许这一次特别就是安排 刚好就是我们居住的那个行政区那里 就到那边去了 那这个是现在的观音阁的风貌 你可以看得到 你看都有这个碧溪陀石碑 那你就晓得它是有典故 碧溪陀石碑那你就晓得 看到这种文物就代表是 能够用这样的文物呈现的那都是皇帝 曾经搬世过的碧溫 我们要有一点基本常识 不是你家很富有 你就可以搞一个弄当陛系来给你投石碑 在古代这些是一个很大的禁忌 这不是一般也可以的 这个是皇帝曾经搬世 为什么会有这样 等一下你听就知道 现在整个的那个观音阁的 你看观音阁现在是一个楼梯这样上去 它的隔院今天是在那里 整个的从上面照下来的广场 大概你看得到的就是目前的规模 就是这样子 那旁边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水池 那个风景很漂亮 那或者大概稍微叙述一下 这个观音阁始建于明洪武13860 历经明朝万历还有清朝家境两次的修缩 原址当然现在不是在这里 原址不是现在你看到这个地方吗 但是后来搬迁 但是从1994年 你看扣建然后搬迁以后 这个地方还是目前山东 在这个地方甚至是全中国保隆观音阁 因为观音阁在中国大陆有很多地方都有 但是建筑规模现在是最悬尾 所以规模还是算是最大的 那你注意看 这个是近代的文物 这个不是古物 不是古籍 有没有看到以前观音阁你想一想看 观音阁一定是公布哪一位仙佛为主 观世音福寨 南埃谷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到 现在今天这样的话 近代建筑这里写的观音阁怎样道不完 因为现在变成道士修行的地方 但是道士还是保存了原有的那个仙佛 都是一样没有改变 因为观世音福寨在道教的修行里面 他是提到他是那一个慈航尊神 所以说他们也有很多可以如道 不是如道 就是国跟道可以相通的地方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到 他还是尽可能把他保留得很完善 可是或许当下内心都有一些感慨 这都是祖师传承之地 我们今天都说为什么后来在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历史远多的变境跟变广 我们很难再去追寻到最原始的 当时传道的样貌 再来给各位看一个地方 这个当然这个都是这一次 我们去带他们大家一起去看的一个地方 那十七祖我们讲了民国十四年 1925年归空 民国十五年在观音总坛 在以金宫祖师的圣号显化一百天 这个都是我们道场 各位你曾经上过课的时候都曾经提到过 然后当时他借了一个三彩的俏 一百天就口吐怎样 金宫庙田 还有怎样 弥勒真心 今天大家很熟悉的弥勒真心 就是在观音葛今天这样批心出来的 所以这一次我们有幸也真的去组访了一趟的过程 好 然后再去另外一个地方 因为你一般的人去山东 如果去走很景点 这两个地方大概一般的人 如果没有特别考虑过 不会知道有这个地方让人过去 这个地方叫做山东祭林的永迦宅院 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跟各位个别再介绍 它保留清朝的建筑的规模到现在 规模最新盛的时候 里面的房间大概超过一百间以上 哇 你就知道 规模非常大 可是现在的话已经没有这么大的一个规模 但是主建筑的样貌都还是保留着 来 给各位介绍一下 为什么要给各位看这个地方 宇佳宅院它原本在清朝末年 是一个叫做宇德镇今天的诗人住宅 他们简直是豪宅在当地 其实当地的祭林人都知道 除了孔庙广为人事之外 在当时宇德镇那个时候 每一个人都知道 家家户户都知道 他们今天他们家族的企业成长 那圆的那样看 像你现在站在台北信义区 他说一眼晃去 他都能跟你说 那整次都玩到的 真的就是这样 整个祭林很多沿着运河河河道 基本上都是旅家的关机企业 你看你们家有好家吗 有啦 好家 你家人这样好吗 自己想想 说的这大家都会微笑 说的真正不见得很有精神 但我们家家有好家 大家来说一下 不错啦 可是你看 他还当过婉清的共生 当过校园 民国初年的时候还当过众议院副议长 所以这也没说标准含着金汤匙怎样 出生的嘛 官二代 顾二代 都统统都有了 他又有今天 你看 今天又有这么雄厚的才艺 可是各位你知道 臣也在 在这边拜也是从他开始 后来最后怎样 整个家族户在累累 这间大宅业跟业关系企业一一的关闭 他最后这边是被拍卖 拍卖 最后谁把他买下来 你知道吗? 民国二十九年的时候 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 买下这一边 我们十八代祖 天然的 这个就是在祭宁当时办到的地方 那我们如果稍微知道一下 我们一贯道传承历史的前景应该知道 师尊师母民国几年明天命? 十九 民国二十九年买这个地方 那你就可以知道 黄金一百多间 你想以我们在道场办到的经验 各位你晓得 如果没有人的时候 你一起來敢盖大喉堂吗? 正合一开始就 一开始在最原始的时候 就打算盖一个这么大的喉堂 谁敢? 没有人 一定是大物发展到一定的状况 才会有那个需求 才会有今天怎样 随着建筑财势开始扣大 那你就知道老师当时办到大物信不信誓 信誓 百花店的房间 你的行为 哪有这么多人来进进出出在这边的过程里面 你干嘛买这么大的房子干嘛? 你怎么不能今天晚上一点三点睡 这一天三点到五点睡另外一天 不可能的是嘛 那你就可以知道 后来你看这文献里面都有 1940年 1940年就是民国二十九年 这一段你在文献里面都找得到 被一贯大的师尊张天然 从债权团手中埋下这段三年 我或许是有找到其中一段 老师当时成立的五大公团 其中有一个中枢坛 就是从契南后来就搬到契南这一段 所以在这里面 当时南来北往在山东契林 因为老师当时领的天命之后 是在契南开始搬到 不是在契林他的家乡 可是也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整个大物的发展 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守在地 那后学都说 我们老祖师师尊师母 还有很多的祖师都是山 尤其是老祖师 还有我们师尊 通通都是祭林人 都是在当地的领天命 不然就是出生在祭林 都有莫大的关联性 那各位可以看得到 这个地方现在是变成中共 对外接待来宾 或者可以后面变成 你看有一个贵宾大楼 可以住宿 里面也有餐厅 那一天会学去的时候 刚好是傍晚 吓着你 我们内心之中 或许都会去想到 老师曾经在法会吊记的歌曲 连连细雨下不停 好像已经在传递他的心声 我们今天在大阪汉学习这么久 第一次有这么感受到 我们跟老师深情走过的地方 怎么样怎么样 这么近 这么近 你看地板是湿的嘛 这个不是披图的 这个是我忍真地在这里 这个不是事后披图 真的 不是各位 或许都找了一些网路图片给你干 或许真的有在 真的是在 这个就在大门口里家宅 去的时候就正在下着雨 那时候当下或许都说 哎呀 老师啊 你的徒儿今天有机会来到你 我们当时都讲 私心我心私自我 是这几个字大家都听过 可是我们真的 这个陈己徐老师曾经讲过 我们图尔真的懂老师的心 我们都说半读经是不是可以实现 我们博老师三大忽略 都应该说 这个或许也不用再多追虚 可是真的 我们把这样的事情 是当做一个我们的事业 还是只是当做一个口号 那离开的时候 我们去山东整个八天 就只有那一天 或许也去这边的时候 下雨而已 其他都没有 就这么强 那个情境 好像老天正在歇口慈悲 就是要让重新去延结起很多的今天 应该有了心里面的一种共享 这个有时候只可意会 很难怎样 也很丑 真的 随着你今天在道场上 如果你有修班道 又有一几个月的时候 你突然之间那种感觉 感触真的游然而生 可是又有一种 你看当时 师尊的在当时传道历经那么多艰辛 而且你看或许如果你有机会 真的在看很多的 现在目前很多的早期办道的文件 其中老师的孙女都曾经讲过 老师有时候当时去办道的时候 你看我们今天不是 我们那个光卫陆金雄有画了几张图 其中有个老师坐着独轮车的 如果应该有一讲 我们政府这边好像也有 那个坐着独轮车的那一个 即使那个是老师的孙女曾经都讲 那个画画那陆老典子画的都还是比较美化 即使在那种过程 不是一群人真的就跟着老师今天这样 有人推着独轮车 推他独轮车是一个这样 他同时跟老师是十七代祖的徒弟 但是老师领天命之后 胡道长也都跟随着我们师村搬道 包含老前人后来在天津开放的时候 胡道长也跟我们老前人 曾经生活的一种过程 他们说他们早点 师村的孙女就讲老师就是搬道 他搬道就是坐着这个独轮车 然后胡道长推他 不然今天就是老师推胡道长 他两个人这样 曾经有一次说要去搬道 老师有时候那时候当下 你看也没有很多人 真的刚开始今天很多人跟随了 没有 因为到一个地方 天寒地洞 北方都完 你看冬天就下雪 那天下午 搬道的时间下午 然后放完之后 老师也不太会去麻烦说 活躺的躺躯前行 然后就赶路要准备回去 天寒地洞 吃的干粮 早上要出门就自己带一点干粮 又半到的时候又放弃 放在那个坎主家 天寒又地洞 怎么晕倒在雪地当中呢 这些老师的孙女都曾经 他们都曾经见过 好在刚好有一个婦人 刚好要出门不知道是怎么样 做什么事 在雪地里面才看到老师 怎么有一个人今天在那边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有机会在台湾 跟你们有机会去出去外面走走 你台湾到哪里 半到都算近还是有 近 你今天出门会叫你坐独人车吗 会叫你去推车吗 叫你跟点燃室开个车 你开个几次都还在满意 对啊 我们今天做久了 是不是今天就开始是怎样 不会劳而无悦 劳而开始是怎样 也不容易 那我们说 我们今天是传承什么样的道理 当你越了解到 我们有曾经以前先辈是怎样 在做这种历史的时候 老师都曾经讲过 你何忍心 让他其实做以后 变成历史的成绩 各位想一想 我们还能够在我们身上 你能传承神 我或许一直在问各位这个问题 读经班的老师 一定是要有所自行的认知开心 不然这件事情 您绝对不要说你能够做多久 三年五载你就这部一段杠 不相信我 下一次再来看你还在不在 要不要 下一次如果或许还有机会 再来来看一看你还在不在 等一下拍张照 有图有真相 如果你还在就一样椅子排好 你做在你当年曾经做过的位置上 我们在掌握看这些这一段杠的 那一人扮一段杠就收起来 你要有这种很强的信念 真的真的 意思会成为成绩 可是今天所做过的事情会留下 那这个就是山东 我们今天讲这些圣人之地 来 或许要很快 因为他们跟或许想说 我只能讲到10点20 我实在是很担心 因为太多很多值得跟一位谈的 好 大臣殿 雅圣殿 附圣殿 跟中圣殿 同意讲什么 孔门传承儒家的士圣 这四个地方或许都去过了 都去过了 有机会我们再一起去一趟 我们不太乐意 也不了理 不了理 你用的时候好鼓掌架 我现在就要是我不想到 因为我一定要没有 我就知道这一群人不能约 没有 那个的好是坏 没有用的 然后你不要撩肝 想跟着去的人都还是少 多啦 那你都不表示一下 待会下课也不早 来来去想是你要认得我 跟你合照一照 那以后可能就会第一个先想到 我连讲都不表示 那代表没有意 不约了 不约了 就不约了 那这四个地方来 大家应该在大神殿里面 就知道里面是谁 孔子其实士配也都在里面 雅圣当然不用讲了 孟子 那你看这个悟圣是谁 颜回 终圣是真是 这五教读经的老师一定要知道 你不能知道 这个谁 一起都是圣 都也不知道圣到哪里 这是基本 我们一定要去了解 其实说是在里面 如果真的去亲自走一趟 你一生就把他难忘了 好 那你看一下 这几个地方 孔庙的建筑 将近 我们在台湾 不管台中孔庙 台北孔庙 还是任何台湾地区的孔庙 其实我们严格来讲 规模都没有像山中区路孔庙那么大 你看包含 包含一格一坛两屋 两堂三十五殿 十七座碑庭 五十四座的门坊 来 带大家一起走一趟 孔庙 这个就是万能工墙 我们在台湾都是一道造壁 可是今天在你到山东区路去的话 才知道什么叫做万能工墙 真的就是一道残墙 你第一次108年破学那时候 四年前看到的时候都觉得好中光 那为什么会有万能工墙 各位都知道 那是子供赞美 同老夫子的德性 你看辟之工墙 士之墙也齐尖 士就是子供 封牧士 尖墙只是向高度只能到墙 肩膀而已 能够看到很干 自己家里不得了 怎样就被人家一人无疑 可是夫子之墙 素人不得其门而入 就不见什么 宗庙之美 百观之五 或许常常跟很多的家长说 你读经节就不要以为 就只是他孩子 还有很多值得你要登堂 怎么样 入室 没有登堂入室 你不知道真的圣人在讲什么 真就是入室 好 那每一天早上8点 只要是天气好 都有 口庙都有那个 成本 开成本的仪式 因为这道成本打开你才能进内 开始去做餐馆 那他们会仿着古代的这样的古礼 有文武百观 等于就是一场户外的非常精彩的表演 早上8点开成本 下午的时候还有一个观成本的仪式 真的有机会 你上YouTube都可以找得到这个开成本的相关的一个影片 很精彩 这一场歌舞表演 但是让我们非常融入在这种情境跟文化当中 那这是整个孔庙的平面图 你就光靠从这里 走过很多道门法 才最后才走到叫大臣殿 那你就知道孔子今天的德性 当地导游都跟我们介绍 孔子生前最后只是山间茅草屋 可是今天最后你看他留下什么 他绝对不是只给我们看建筑 是要给我们看到他到底为何今天前线的文化精神面 到底留出了什么 这是整个孔庙的那一个山峰居入孔庙的空拍度 那第一道进孔庙之前走路人那道成员就是今生育正 那今生育正或许也请教各位老师们 这四个字已出哪里 因为都在试书当中 所以我们要用一点工 你真的用一点工 以后带着你的学生带着你的家长 你会知道他是跟对老师跟对的 不要去那一问怎样 这也不知那也不知 那真的表示我们的基础工夫都做得不够 今生育正出自于孔子 孔子赞美孔子的德性 欢迎一下就知道回去看就知道 那今生育正你可以特别看到这个育字 这一点不是点在这里 有没有看到他点在这里 你不是说古人写臭事 不是 因为他这里面 古人不会写臭事 画在门牌、门榜的 点在那边当然有他的一种用意 有时候也就是说那一点的 能够不偏不移去唯行这种忠道 所以点在那一边 当然这个也都是文人之间 他的自己的可能有他的特别的意涵 那所以刚刚说的孟子讲 孔子之为其大臣 其大臣的今生而育正人 古代的话演奏音乐 今生今天代表怎样 敲钟开始明月 然后庆就是那一个玉石 敲之后代表音乐结束 孟子也因为这样来形容 就是说好像孔子的这种恶性 就像音乐开始音乐结束 就是你我们讲传承的这一切的 就像很和谐的音乐 今天可以流传在人间 所以说这个就是今生欲生 或许要很快 因为或许不只是要跟各位介绍孔庙而已 然后还有灵星门 任何的文庙基本上都有灵星门 那走进灵星门之中 特别要跟各位介绍 因为这个地方叫正人 所以要把这个门台 门房秀出来给各位看 太和元气坊 饱和太和包含这四个字的精神 这是最原始出自于意境 太和你如果去过北京故宫 你都知道皇帝居住的地方叫做什么 太和殿 这个道理通通都是一样 人活着不能只有理直气壮 一定要懂得怎么样 修养的太和之气 所以一旦有太和之气 这个元气在的话 代表一个人的生机是怎么样 生生不息的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太和元气坊 那走进太和元气坊之后 继续往前走 还会经过第五道 我们叫至圣 这个就是自然 至圣庙的这个牌坊 那什么样叫做至 我们今天很多人读大学 叫做此与至上 我昨天才听到说 有一位前请跟我分享 说他爸爸上研修班 就上到怎么样 至至 对 他说此与至上 那你就会 或许要让各位报告 我这样就有报告 一定就是那样 大学至到在明明得 就是最后就这样 此与至上 别的班不用了 这个止于至上的这个止 您都怎么跟人家解释 停止 错 止于至上的止 不是停止 那个止字 古字也可以等同是脚趾头的指 等于以为 叫上竹字吧 止于至上就是告诉你 要不断行走在至上之地 他你要完全跟人家解释动态 性态都不对 他还是一个前进的一种过程 所以你没有到达一个那个真正的那个境界的时候 你都还是不断今天在往前在迈进他 所以千万不要说 就停止在那个至上之地错了 所以这个至 但是我们今天应该也应该讲 人之之间一定会有一个top 可是你还没到达的过程当中 一定都还是在努力的过方向之中 那首先还有一个圣食能 圣食的这个典故当然也是语出怎样 孟子 因为孟子称赞孟子是圣之怎样 食者也 最符合今天我们讲应食应运的圣能 那有时候我们今天各位你相不相信 你今天当读经班的老师班 怎么认也是应食应运 相不相信 相信的棋手 不太相信的棋手 英文我也要改棋手 因为知道了一棋手 人家没有别当事 不会老一个不是 我们真的要很相信 我们现在读经典推经典 真的是怎么样 恭鸿其胜 恭鸿其死 真的你要慢慢去跟他探讨 当你了解以前圣者 今天他整个去传承这些经典 传承这些新活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们现在做的 所遇到的困难跟他们相比 相对我们是比较简单 还是比较困难 简单 真的 简单太多了 我们继续看圣食门 这个典故 然后整个圣食门 今后会经过一个屁水桥 孔廟是唯一恍照向北京故宫的皇帝居住的合情 因为你去故宫 故宫那边也有一个经水桥 然后在这份孔廟有这个屁水桥 这个是孔子的这个圣人式地位 真的是不可遥憾 他也等于是说我们今天讲的三大古建筑 今天目前还保存得很好 除了北京故宫之外 就是我们今天的山东孔廟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是那个泰山底下的那个黛廟 黛廟或许这次也有去 好 来我们今天看 那这个屁水桥进去以后 会进入到另外一个门叫做宏道 宏道门给各位敬拍一下 各位应该知道这句话 孔子今天讲的 人人宏道非道道 所以各位班主任 我们今天真的是因为我们一个人 今天可以把这个圣贤之道里面 或许有一句话提出来跟大家一起聊 我们来参考 你虽然不是正职的老师 但因为你交读金 你可以逃离满天下 只要你愿意坚持 即使你的工作不是老师 真职的学校老师 可是因为你交读金 你开始可以有机会逃离满天下 对不对 你像我今天坚持了二十几年 我骑摩托车 突然之间有一个妈妈载着小朋友 从我旁边亲过那个小朋友 进来回头给人喊一声 老师你好 我都吓一跳 奇怪 他竟然会认得我 真的吗 逃离满天下 所以说你不觉得 这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吗 你这辈子可能我们今天 没有机会再去当学校老师 可是因为你开始交读金这件事情 你会造立出多少因材住人 你怎么知道 但是你不做呢 永远没有 所以人人宏道非道王 真的是这样 所以想一想 我们现在是在做什么事 你要很清楚 为什么读金 为什么要交读金 你都很清楚的 你不是来这边搞社团的 你不是来这边只是做热闹的 你是在弘扬你自己生命能够在显滑 显滑出来的一个非常荣耀 非常可贵的一个事情 当你越了解这样的时候 你待会离开一下阵宏 你跟外面带我一下 哎真的 你还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你怎么不用证不用念 你开始进去就会改变 所以人宏宏道 这宏子告诉过我们的 这是宏道门 你都可以看得到 这个柱子很帮薄 而且都是木剑子 因为古代这些都是木剑子 一颗钉子都完全没有 那刚刚你看到宏道门 那三个字是那个 好像是雍正皇帝写的 然后在九国宏道门之后 会有大宗门 大宗自正 因为我们都知道 人今天一定要懂得什么叫做宗道 而且这个宗道一定要发扬光大 大宗这两个字在《易经》里面大有冠例 都有提到类似这样的一个名词 我们高雄在隆总那边 还有一条很大路叫大宗路 那每一个人质疑中 今天就会不偏不倚 每一道门 其实今天都有让我们今天进入经典元素很重要的一个延景 然后走过大宗门之后还有一道同路门 我相信古人要去盖这些门或者是牌坊 他一定有他的巧思 要引导后面的人在经过这个路程的时候 不是叫走马看花 从这里面一定要启迪我们心灵跟行星 同文 各位 什么样今天到最统 今天我们今天想 我们每一个国堂今天都会挂着理应大同天 那我们今天文就是一个文旨 孔子讲的文旨彬彬得获君子夫 每一个人如何把能够显出来的文 然后内在的旨最后能够相同相通 这个是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件事 那我们今天道场上所做的人文教化不是就是在这里 外面不强 学校不交 可是我们今天是站在一个圣灵的基础底下 在推动这样的事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企划的时候 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想一想 我们还能不能跟圣人同步 前几年有一部韩国电影非常有比较以神同行 各位很多人应该都看过 那我们如果跟圣前同步 我们是跟他越走越接近 还是越来越配音 好 跟各位再讲一下 我真的有趣 再次强调 不是贴图 真的 同步们 真的就是在这里 特别要照一张照片回来给你看 不要说他心想师都找了一些图片给你看 真的我们有趣的 那你看来经过同步们之后有奎文革还有十三碑庭 后面或许奎文革今天这个是孔庙里面藏书典籍的地方 或许这边要走很快 因为有些东西我没办法 这个奎文革已经从宋代北宋的建筑到现在一千多年了 经过历代的地震什么都还保存得很好 你看古人的建筑真的很高利 那好 这个在一直往前走 这个奎文革 奎文就是天上的文群星 今天这个跟天文有一点关系 因为或许时间有限 或许真的要影响跟各位仔细介绍 这是奎文革里面的剖面图 然后走了奎文革之后 会进入到大臣门 这个是孔庙的最后一道 大臣至圣现实 这里面你还可以看到孔子当年亲手造的一棵树 现在还在门 现在还在门 虽然说他曾经也在历代里面有枯萎过 但是又重新又生长过来 所以生机还现在不断在整个的一个过程 那大臣门 各位我们都晓得大臣至圣现实 看到这一道门 你不能只想到孔子 你要想到 为什么要想到你 你人为你人生最大的成就 这个会不会在哪里 问你自己 尤其在座如果有很多前景 跟或许的一样 已经叫做过知天命之明了 你如果还低这个数目 你不要笑太快 因为有天灵也会 等到你过知天命之后 请问你认为你这一辈子如果 或许有一个易经班的学生 在新加坡也是我们正和系列的情景 叫梁秋燕梁讲师不知道有没有 台湾在这边情景 他才五十出堂 在新加坡那一天农历6月19号 那一天新加坡那一天办了山长道 他顾折录书 第三场做完之后 他突然之间 他说他以前休息 他整个人都归功了 就这样就归功了 那你看孔子不是上帝都很敢 我刚刚也讲过 五十而学义可以无大过 晚人好义喜义 我请问各位 你怎么定义神 叫做一个人的完美 他四十八岁左右跟我学义经呢 现在他五十岁成道归功了 那请问四十八岁对他个人而言 现在我们看 是不是就是完美 那你现在会把什么时候才定义 叫做你的生命的完美 三十年以后的世教完美 只为你有把握 现在这种事情谁都敢把握 可是我们也不断地在挥霍 我们没把握 但是我们都在挥霍 我们把今天等下 都整次认为来日都还可以广场 搞不好 你说明年相约 谁能都约得到 最远的一天叫改天 最远的一次叫下次 常常讲一次 某某前选 这一次来咬咽 改天 没空了 下次 改天永远不会到 下次也不会永远都会来 各位前行 那边修道半道 什么会成 孔子大成在他的等纪 不是他成就在这些建筑 是在他今生 那现在孔子 我们今天他留下的一万 那请问各位 我们人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走到这样一层 以最后你认为 最后你的成都成在哪 问问自己 真的问问自己 这个别人没有办法给你答案 但是或许常常提醒很多人 你这一辈子不花光花乐 最后有终其一辈子 会有人强迫你花光花乐 哪一个时间你知道吗 被装进盒子 推进去天安开关的时候 花光又花乐 对不对 对 要不要花光花乐 要 等下热到糊糊糊糊 可是请问那时候 花光花乐谁会看到 那个小孩 给你笑 这热到糊糊糊 给你拿两年 都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知道 要不要等那时候才花光花乐 不要 不要 跟隔壁的前景讲一下 继续花光 赶快跟他抢 继续花光 对 不要等那时候才要让别人和你花光 太可惜了吧 对 你现在花光你看你窩一下隔壁的 你看都还觉得他有温暖 对不对 他都还有在花乐 哪一天都不冷不冷 那你就麻烦了 好 那你看 在大臣门走进去之后 你还会看得到信坦 孔子讲的信坦社教 这个就是信坦 这个已经我们文化基本教材 还拿他当公明过 信坦 这个不用多介绍 不用多介绍 信坦 再来看 还有一个香辱等等 那个信坦上面 天花板那个枣井 都有 然后或许还带着我们 这个不是这次去的 那是108年去的 我们在信坦那边等下 所有人轮椅打开 开始在那边读轮椅 在那边读轮椅 跟然后在读金班 确实还是不一样 真的真的 感受一下当年 什么这孔子社教的一个过程 在那边读 他们一辈子终身难忘 读金班读了好多鬼都忘掉了 可是去信坦读一世 今从此永远不忘 真的很奇怪 还是会有不一样的一段感觉跟心情 好 那来 这是我们这一次排的 在大臣店 真的大臣门 我们经济车就到大臣店 我们在这边照了一张照片 跟各位讲 不是批土的 真的 真的就是在那边 我们在那里留下了一个 歷史性的一个镜头 我们真的到大臣店来了 我们台湾的学子 其实等一下或许会跟各位讲 我去大臣店出了13群工之外 我们还做了一件事 等一下或许会告诉我们 那到这边的话当然 这个都是古建筑的 大臣店 你看乌典 这个其实在台湾的孔庙也有类似的建制 可是你当时日上看到那个龙柱 真的 这个龙柱比北京的故宫的龙柱 还雕的还怎样 更细腻 你真的有时候去的话 仔细观察才不会错过很多的东西 那这些都给大家 好 这个就是大臣店里面的孔子塑像 台湾的孔庙没有孔子塑像 区物延迟的孔庙都有孔子的寺庙 尤其上面的饼盒都是历代皇帝班正的 历代皇帝班正的很多的一个饼 里面挂满了这个厅堂当中 这个就跟各位讲 然后在这边特别要跟各位讲 在左道后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叫饼碧 饼碧各位应该这个顶故应该都知道 当年孔子的孔子在当时 为了碧秦始皇昏书 他把他今天很多的竹简 藏在那个他们家的墙壁的家屋当中 后来到汉朝的时候 有一个王爷啊 孔王啊 他今天要拆迁他们家里面维修房子 结果把很多一部分的建築面积 是延伸到孔庙这边 一拆才发现到怎样 竹简很多已经在秦火之后 看到的经文今天重现于世 那我们今天在想说 我们今天读经典很多的过程 都是历代有好多人用生命 今天怎样去做传承的 好 来 我们快跟大家看完 这是生明未有代表雍正皇帝 他提这四个字说 自从有人以来 没有像孔子这么大过的 这孔子的故景2570多年了 这一口景现在还有什么 都还有什么 生生怎样 不惜 真的就是如此 好 那我们如何今天去塑造一个 生生不惜 刚好这个在约定上近拍 你给我看 斯文在斯 集集大臣等等这些匾 很多 刚刚说的鲁币 那这个是在孔子博物馆 有一张模拟当时鲁币的一个情况 给各位做一个对照 就是在夹红里面藏竹简 我们也有去一个叫做孔子博物馆 那个闺女真的很大 好 那在这边去看古庙建筑 你一定要看对 里面就会欠显出对 因今天我们讲的这个 代表性的人物的精神所在 那你左边看到的那个是周公庙 我们今天各位 是不是有看到说 子禄太庙美是沃 我他讲不到三文之一 说我要下坛 怎么办 那这边你看很多东西 来给各位看一只狮子 让你今天回去应该想到会笑一笑 哪一只狮子 这只狮子今天竟然是在这里 你有没有看到他在对你笑 非常可爱 这个是在哪里 雅圣孟子的庙前面 正守孟子的庙 看到你就对你笑 这里面的话 真的真的 好 我们在那边 台湾去的 我们今天还要练了一篇著 即使或许这边讲的这些 才开头而已 来 我最后还是要最后跟各位讲 还有很多的经验 真的 为什么你要去看 这个就是泥山圣经 很多已经来不及讲了 那这就是泥山圣经里面的一个 我要用很快的 将近快不到几分钟 带大家走过 你看 这个旁边那个蓝色的那个 都写着中庸的经文 他写着高山阳子 这个是司马迁 赞叹孔子的 用诗经 里面高山阳子景气景时的一个过程 他里面用仁义理智去工作客的厅堂 这个地方 我们说今生你应该要真的要去一趟 真的你要去一趟 很多暑假 寒暑假 好多老师都带着他们小朋友去他们抄间 而且有七舌贤寺的树像在这里面 白天晚上今天都很经常 他晚上 这张图稍微看一下 是这个在厅堂里面其中一个 七舌二闲冷的一张一张有画 待会我最后跟各位做一点节语 这是晚上的一山圣经的情况 有无人机的表演 还有烟火 里面无人机排出像 凤凰 还有木朵 还有孔子周游列国的马车 还有里面 我本来想给你们看这个烟火秀 特别从那边录回来 但是时间不够了 我为什么要跟各位讲 因为在这个烟火秀的过程当中 他也有那个无人机排列轮雨打开那一幕 我们很多读经小朋友去 看到那一幕 事后他们写新的的时候他们都掉了 他们看到孔子的马车 开始奔驰越迹 看到今天我们看得到的这个过程 孔子的马车 这轮池会动 然后马蹄会承亮 你在台湾会有机会看到这种烟火无人机秀 但是看不到你孔子的成功 然后在这个过程 因我蹦践的时候 他底下有水墓 水墓开始呈现轮雨的经文 因为没时间给各位看了 除非你安排半天 我就放点下 他开始朗诵经文 经文轮雨有一些有名 大家很有所联想的字 的章句 最后一句他念什么 你知道 我现场我也很惊讶很震撼 他竟然读什么 招文道 是 是 是 可以 我们那些孩子真的 听到 看到 好多那些独青孩子 眼泪幻红 眼泪水 都一直直奔 一直 在台湾的 招文道 招文道 是 是 因为情境能跟他们体现出 因感受到了 孔子知道 今天这样的一种偉大 内在的一种新的情境 所以我或许才会要在这边讲 我们可以奔献怎样的火花火种 不是只是瞬间炫意而已 两千多年前 孔子的火花现在还在 火种也还在 但是交到我们身上 你在你们之后 可以再奔献怎样的火花火种 那或许都说 孔子为什么会成为圣明 今天就想一想 他一以贯之 我们今天修道修行 你能不能今天把我们继承前辈的这个过程 再启发往下 下雪上塌 不断引花天下苍生 可以有教无类 因材些教 尋取善妖 做万事事别 能够不厌不见 用大烟益 完成千古以来的旌旗大臣 以不可而为 而为 尽其在偶的旌旨探户 立身行道 作为了列国的脚步 以天下为公的大王 是今作为前任的最终的移过 孔子偉大不是因为他留世书 留伦理 因为世书也都不是孔子偉大 是他的那部精神 名思不可为 我们要知道孔子不是生长在一个春秋太平盛世 叫做乱世 他到最后他知不知道他的到战那个当下 很难去再行诅 完全知道 但是他没有因为这样的放弃 我蛮建议 因为本来还有一段影片要解决给各位看 没时间给各位看 你去找 YouTube都有点击你的中国 有一集专程师演的 这一集 你所有的读经班老师或许正中邀请 一定要等进去看 看完之后我们敢跟各位讲 你至少维持电力会半年以上不会退 可能还会更久 一定要看 而且或许都说不只你看过 你要想办法带着你们的读经班家长 专门有一场读经家长的成长班 就是看这一处 没时间结局给各位看 真的 你看到这 你看这一处不会掉眼泪的 你可能真的不是读经老师 或许每次看的是掉眼泪 家长看的也是掉眼泪 非常精彩 整个最后同时晚年的那种形成 有看过的请举手 只有一位 好那今天各位赚到了 生命的深度 已经来自孝圣瓦弦的涵养道理 生命的广度 来自时悲息神的广结善文 生命的概念度 来自仓悟生理的升华心思 生命的亮度 来自密伤不朽創造会合 生命的韧度 来自挫折考验来坚强力量 你要能够登其高度 才能够真的看到小处的天性 你自己生命没有升华登高 永远你看到的持久都是小 少年失教盲目的 中年失德也盲目的 中老年又失德也盲目的 这是普遍现代人的之间 三失啊 那如何我们去补就失 这个是靠我们生的 那慧雪这边 你看我们要聪明读经班 慧雪跟多艾成 这是慧雪女儿 今年已经二十六七岁了 变成一个 也是疼疼欲立的一个美少年 那当年就是他 你看后来我们那个读经班 开始就是这样慢慢的 到最后 你看我们说的 这里面有几张图片 很快 给大家稍微这样去走过看一下 表示这一天告诉各位浅浅 您只要愿意坚持 最后一定都会有 不可能没有像我们这样的一个 这么困难的最后也都会有办行 所以如果您真的是 初次准备要办读经的老师 您一定要有信心 因为你做一个是怎么样 跟天相通的事吗 那一定能有善言 天一定能量必从之 这句话也送给大家 这个给各位看 那也因为有这个读经 从这些读经班开始 我们慢慢的 或者再扩展我们刚刚讲的 周六的易经班 九十八年开始 一直这样子开 然后一直这样办 从少数几个人 变成我们可以用一个益心心的花表会 然后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实体加线上沿线 一直都现在 所以半读经班 你绝对不能只是教孩子 你一定要想办法做一个机会 把家长等一下降务提升 我们后来也延伸到社区 办很多的长青学院的 开了很多的课程 不要去小看 没有以为他们年纪大 这位先生七十几岁 我叫他们读易经 说回去读一百遍 他读到这边 他写麻烦 他整本背起来 整本背起来 整本背起来 七十多岁了 想一想看 所以说你今天大众 你们背影 一起到不要喊收辛苦 有为者 怎样 这是真的 都是很真实的 这一位阿嬷九十几岁 前一阵子成道 本来都有很多小故事要跟哥讲 真的 总之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这个 请大家 我们最后来看看 用经典正道道去转经典 以人文教化一定是以经典为中心 有经典才会有教化 有教化才会有道德修养 有道德修养 你才能过真诚人生 这都是延贯的 有真诚人生 你就有伦理生活 有伦理生活 你就会家教就做得好 家道家教做得好 这个才有未来的世界能力 修身期加自我能力的影响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经典教育做得扎实 用经典正道 一门深入体正道跟生活 然后用道来转经典 承担使用道气息来气息就好 所以这是入患七 我们这次去也跟他们大陆的那边大学生做交流 我们也分享了我们今天台湾的一些经典教育给他们看 经典教育一旦失落 圣人的教化 生命的教育就变成失事件 现在现在几乎都是这样 重物质科技 亲人民道德 所有的众生美方 寒生意义 家道家教一旦失落 圣人的生命 古道钢厂 道德轮 变成饮食男女 家不像家 家不能振家振天线 各位如果你真的有国外很药的朋友 他突然来台湾找你 他然后跟你讲 你除了说带我来台湾 我这次想要看台湾的文化 除了吃喝玩乐之外 你还能跟他介绍什么 把吃喝玩乐的介绍拿掉之后 你能够帮台湾介绍什么文化 你如果有答案恭喜你 表示你真的忍你涉猎很深 即使真的拿到这四个 你真的仔细想 你可能几乎快怎么样 逃不出什么东西 这是我们当代的年轻人很大的 我们下一代很大的 来我最后 要用这张题作业的结尾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泥山圣记 泥山这个地方是孔子出生的地方 这是一个画家画的 你有没有发现到 这个是中间的孔子 孔子其实他是以周润花演的 那一个《绝战春秋电影》 周润花的样貌画的 你会看这张图 你会发现到孔子 虽然坐在一棵树底下教学 他圆眼其实是在看谁 看你 他是看着你看这张画的人 这张图像就是向孔子教学 荒询的 有没有看到 有些人就绿色出来 有些比较认真的怎样 继续还在请教 我等一下说下课 你会跑到哪里 我不知道 你是会留下来继续问 还是赶快就是跟着赶快跑 当时我们看到这张画的时候 其实我们那个时间 也没有特别去数字 但是到我提醒你们一件事 这张图像里面少了两个人 但是他的主题是要画七十二贤士 因为那个泥山圣经 有全世界最高的孔子童像 七十二公子章 为什么要七十二 各位领工应该知道 七十二贤士 那为什么这张图 画得栩栩无声 你在现场看真的会震撼 整个人的脸部神情 整个过程有在讨论的 也有好像你看今天那样 下了课事后今天怎样 就走出这个孔子的这边教学现场出来 有些人前面这边看谁 孔子也在这个地方看着 好像大小 但是仔细数了这里面 只有少了两个人 当时导游就问 你知道是少了哪两个人 一定不知道 但是他最后告诉你们一个很好的答案 我也要把这个很好的答案 因为各位前前 我们现在都在现场 少了哪两个人 你不用去猜谁 现在我就告诉你们 少了你跟我 这个画家真的用意就是要告诉你 谁都可以成为孔子的弟子 当你今天愿意跟他对比对交 闲人不是只是这些人 你也是当中的其中 当你知道这个时候 我多感动 真的都很感动 所以各位的老师们 哪一天你可能也是在这行列当中 那好不好 好 好 你要鼓励自己 我们掌声拍得越大声 越来越大声 真的 当下我都很想把这张帽 的复制回去挂在我们 你和自己的某堂室里 因为这意义太大了 真的意义太大了 意义太大了 所以你看中庸里面讲这句话 大家都知道 以宜三百 未宜三千 最后怎么样 来这句话 来最后大家认一下 待其人而后行 这些其人就是谁 两千多年前讲的 就是指着我们现在等你了 就等你去行而已 所以你一定要走出你的舒适圈 你不是因为这一辈子修行是 只是越来贪图舒服的 你说对不对 只有有一种情况 你才知道成长 就是你觉得不虐入内心煎熬的时候 孔子有没有被煎熬过 有 太多了 了解他一生的事情你就很清楚 如果你愿意接受挑战 你的人生会越来越轻松 你不会别人挡风遮雨 谁会把你挤在头上 雨傘不就是这样 他不帮你挡风遮雨 你怎么会挤他过头 别小看放弃这两个字 因为你常常这件事眼光 你最后就会变习惯 不逼自己一把 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能耐 能到哪里去 所以你能够尽心的 不要等着受止止去沾光 别人能受你也一样可以挖光 那这个是爬泰山是八旁 真的我是两次登泰山的 自己用爬的 不是坐轮车上去的 那最后给各位看一下 当你在行走今天在这种你看 这么弯弯曲曲的山道很辛苦 可是你今天在走的过程里面 你会发现到 这种有没有更辛苦 有 这是泰山的挑 你当你今天在某一个 在道场读清班的一个场面 哪一天你突然间觉得你很轻松了 不要忘记 泰山的物资就是这样子挑上去 你在轻松一定势必就是有人在怎样 挑走 你是要永远当一个永远只是轻松的人 还是也有机会怎么样 当一个能够附和前行 大陆的小学课本有一课 叫做泰山的挑 人家挑起一个家 各位 我们要挑起不只是我们个人的身家 更要挑起众生的这个大街 所以我们真的是在做一个 这么样的一个有意义的事 泰山的高点的1545公尺 来给各位 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你才知道我在写什么 走出去眼前都是世界 不走出去眼前就是世界 有注意到了吗 因为你念过才知道 不然我如果念给你听 你就不知道我到底在说什么 你读过了你就知道 一样是是结局 结论最后 心火相传生生不息 这是我们这一团这一日去的所有的第二代 我们在孟子庙 因为孟子是跟孔子怎样 沉寂儒家心火的关键 我们当时在拍这张照 刚好他们正在准备的时候 还没有完全站立好 突然间捕捉了一个 全部这些年轻人都面带微笑的一个 非常棒的劲 因为我跟他们问了一句 这一次是我们带你来的 下一次以后 你要不要有机会自己组一团自己来 他们跟我说怎样 OK 传心下去 我们就是要做一个 那你底下的愿意怎样 传心的事 让他怎样生生不息 那这里面由我们这次回来 我都有请他们写新的 原本有很多 他们写的很棒 我这个档案会留着 如果需要大家可以过去看 这边是 这两个是我们或许家的 刚刚那个说他不来读经的 女儿就是在左边那一个 他们都是胎理宿长大 我或许带他们 我们这次也去黄河 黄河之水天上海 你看奔游到海不互还 李白降继久 他们去到这个黄河岸的时候 那种内心文化出这种感觉很深 然后都问我就 爸爸原来黄河的水真的是黄灯 不然不会这么像 可是你看读了一辈子的书 你今天清零七七的感觉 会不一样吗 绝对不一样 那我或许要讲的是这样 你看到了黄河今天是黄的 但是它的源头是怎样 清的 修道不是就是这样吗 我们今天做教育不是这样吗 你看到今天人性的今天的这样的灰暗 可是你就是要让他们每一个人追受回源头 看到那个清澈的地方 我们今天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责任跟使命在 这是孔子 最后我们知道 他曾经最后见到子贡 在他过世的前七天 他有讲过类似这样的一段话 泰山喜腿 羊羽喜患 责任喜患 这个是在孔子博物馆里面的孔子一张树像 他背景就可以看到 好像是上风地裂的那种状况 孔子当时是感叹 这个道是不是还以后连过前来成亲的 所以我最后 最真的是最后了 在孔庙跟孟子庙有两棵树 这些树有些都是牵连以上 这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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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棵树被雷曾经披过变成两棵 这棵树都枯死了 不是现在就枯死 是已经很久就枯死 可是各位你有没有看到这棵是怎样 生机暗门 他想办法再重生 那这棵树呢 他整个这边是中空的 底下还有被火浑烧过的核心 可是你看 他整个树里都 几乎都呈现中空现象 可是他有没有生机 暗门 人的生命 形体终究有一天之一样 会消灭 但我们毕竟就是要当初 永远让他生机无限 让他传承不平 这个就是霍学经间的影响 走而一趟 这个过程不是只霍学看见 希望大家借着这个过程 大家都看见 大家也愿意行走 在永远跟圣人同步的过程 大家责任重大 而且是一个人生之中 一件很极其 可以让你大成 又有意义的事 那或许一定要下来 我后面我就说 那就分享到此 讲不完嘛 大家可以先回事 所以各位简简都都包含 谢谢大家